哈哈哈哈哈哈哦 哈哈哈哈 在这陌生世界 等我穿着年华 恨不该有阴霾害怕 虽有营有情绪 大破黑暗作伤 待迷路的孩子回家 根据书中的记载 狮狮兽拥有一种隐藏的能力 就是能够吸收这一世界的魔力 并转化为灵力使用 从来没教过殿下魔法 他怎么会 殿下的魔法好像很厉害啊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类型 一定 一定可以的 啊 阿尔莎姐姐你好了没有 我们是不是要成功了 我 不行 魔力不够 还差一点点 布莱尔 就差一点点了 你加油啊 对 对不起殿下 我 我已经尽力了 你们忘了还有我吗 太好了 总算炼制成功了 谢谢药丸 殿下 糟了 殿下染上僵之病了 难道是昨天 殿下观察病人的时候 被传染了 殿下别怕 属下这就带您去找 魔法师医治 丽维 别 这个病来得正是时候 正好让我试一试 药究竟有没有用 姐姐你怎么能随便使药 快不要吐出来 完了 殿下已经咽下去了 殿下看上去很痛苦 难道这药 不行 得马上带他去诊治才行 等一下 药丝库起作用了 太好了 殿下的症状完全消失 病情完全好了 太好了 姐姐你真厉害 那就证明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要真的有效 这个病来得真其实 殿下 你现在是拿自己的身体 不当一回事啊 属下决定以后 每天做一锅西琴之道 挖给殿下吃 提升殿下的免疫力 这样殿下就不会因为 随便生病 从而乱吃药了 虽然知道你紧张我 你暂时也太狠了吧 你说我不把自己的身体 当一回事 明明你自己也是啊 你手上的烫伤是怎么回事 刚才你给我的梅灰 不是你刚好有的 而是你特意去取的 所以才烫伤了吧 一定很疼 这点小伤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魔法炉的颅灰 有抗魔法性 所以只能手动了 结果不小心就烫伤了手 怎么会不算什么 你以为你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为了我默默付出 受了伤怕我担心 也从不告诉我 你以为 你不要整天只哭着照顾我 也要小心照顾好自己才是啊 好 好了 要记得每天换药哦 我会提醒你的 你们看到了吗 我被传染了 我的生命里在流失啊 谁来救救我 你拿到手上不行了 喀赞叔叔 我姐姐做出的特效药可以治好你的病哦 殿下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不对 你怎么可以给我乱吃药 这下真要死了 红斑消失了 等一下 我居然真的痊愈了 这药真的有效 赶紧把配方交给我 协助我做药 我卡赞一定要阻止这场疫病 哈哈哈哈 救人要紧 不和他计较 等事情过了再找机会请他喝茶 这次我要放辣椒 嗯 我支持你 拜托大家把魔力都借给我 虽然我们都知道 卡赞想邀功 但时间紧急 我们决定留下来 配合他们救人 在卡赞的安排和协助下 我们很快 就成功感知出第一批特效药 并成功救治了图书馆的病人们 太好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终于痊愈了 只剩下这么点药了 这边的病人都痊愈了 但我还得留下来 做更多的药 这些药 只能让别人替我带给爸爸了 动作快一点 现在得多搜集些材料 这么多材料应该够了吧 正当我们练制第二批钥匙 这里有药 大家快去抢啊 是我先来的 把药给我 我先来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